好看的嘞小乔 好看吧 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你觉得好看吗 谢谢大家 哦 有吊带 什么鬼 看主播吗 看主播帮帮点点赞 320个赞了 好不好 点到5000赞吧 好不好 点到5000赞 大家动动小说 很快的 很快 你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想看你 我跟你们讲啊 他们说看主播 你们不要看了 不要看他 他长得就像圆圆的 像一个球一样的 然后黑黑的那种 那你刚刚拉上厕所 那个的时候你不是说家里面有个姐姐 长得好好看的吗 对啊 真的假的 真的啊 我姐姐应该就在前面 就在家里面 在前面吗 一会儿我换衣服去看好不好 我一点 不好看 有点日本人的感觉 他这个穿的是苗服 这个对 这个哥哥姐姐们 他穿的这个是苗服 他这个像 他哪里有像 他不像的 不像的 他蛮好看的 小乔 你看 他看起来人模人样的 很漂亮的一个小姑娘 水淋淋的 对啊 肯定人模人样的 像你呀 人模狗样的 他才23岁了 哥哥姐姐们 可以帮主播点点关注 点点赞好不好 生苗 黑苗 还是花苗 哇 这个汉原清风哥 你是这么 你这么懂苗族吗 我们是熟的 哇 你们是熟的啊 我们 因为苗的话呢 就是分两种嘛 生熟的 生的话都在外面了 不在这边 哦 这样的呀 我天呐 他们居然能还分得这么轻啊 你们这边 对啊 哦 我天 我都没有看到过 可以分得这么清楚 但是现在的话呢 也没有分得那么轻啊 就是 生苗的话也慢慢会 就是跟大家融入在一起了 你们这边的女孩子的话 会嫁到别的民族去吗 比较少 比较少嘛 因为太多的东西不一样嘛 就是一些什么风俗啊 习俗啊 各方面都不是很适应 那我们这边会找上门的 是这样的呀 那还好 幸好你们这边找上门呢 我们这边直播店的哥哥姐姐们 好像都不上门 直播店的哥哥姐姐们 你们会愿意跑到山上来住吗 你们会喜欢山上这种生活吗 我一会儿换完衣服 可以不去你家蹭个饭呢 你要换衣服啊 你换什么衣服啊 你不是要带我去换一个漂亮的衣服吗 你不适合 真的假的 真的 那就那个衣服很好看 但是穿在你身上的话 我觉得就浪费了 真的假的 真的 就所以你还是不要穿了 哦 这个样子的 欢迎新直播店的哥哥姐姐们 主播现在是在这个苗族洞族 在贵州苗族洞族的在职这边 这边在山上 你看好漂亮的风景哦 好漂亮的山 就是会有点下雨 有点下雨哦 哎 小乔不见了 哎 又见了 小乔好 好灵活呀 一会儿见一会儿不见的 他还是蛮见的 怎么了 慢点走 这路很滑的 这个人讲话真的是 话里有话是吧 哎呀 正常的 你好淘气啊 我哪讲的不是人话 妈妈跟我说了 见人说人话 那个什么话 你怎么话 不要话敢话好不好 慢慢走慢慢走 哎呦 哥姐姐们有点下雨啊 主播可能 主播可能拨不了太久哦 我感觉这个雨下下来冷啊 冷了的话 你看小乔穿得这么少 一会儿主播感冒了可怎么办啊 没事 我身体强壮的 这是 你这鼻子上是什么东西啊 怎么还没擦干净啊 这不是你弄的吗 我弄了一下而已嘛 开车进去 擦不干净了 我以后就这样了 哦 现在是清明节啊 天呐 哦 对 现在是清明节 你们那边下雨了吗 哥哥姐姐们 我们在贵州 贵州现在下雨 你们是哪人啊 你们那边有下雨吗 你们妹妹有下雨的话 可以帮我说一下 给我说一下 打个下雨好不好 大家可以帮忙点点赞 点点关注好不好 小乔要带我去换衣服 换他一样的苗服 换了苗服 你们把赞点起来的时候 主播给你看一下 主播换苗服是什么样子 比小乔还漂亮嘞 我知道啊 天呐 看主播吗 要看主播点点赞好不好 谢谢关注 我看起来怎么了 看起来就 跟我好像姐妹一样的呀 嗯 对啊 我们可以拜靶子呀 没问题 哎呦 我又多了一个姐妹 哥哥姐姐们 天呐 哎呦 你平时在这样穿 你不冷吗 小乔 我感觉这个风好大呀 我不冷啊 你太虚了吧 我哪里 你家里的人天天都干活的 而且力气都很大 像你这么弱不禁风的 干主很虚 你要多补一点男孩子的 哦 是这样的呀 那你家有什么可以补的吃的吗 那到时候我去吃一点呗 补的呀 嗯 吃鸡 吃鸡 你不是 你姐姐做饭超好吃的吗 好吃啊 真的假的 炖一个老母鸡 然后呢 有牛啊 羊啊 猪啊 都有 哦 那你身上是不是有什么泉水啊 小溪啊 我们可以去里面抓点鱼什么的吃 鱼啊 嗯 也可以吧 我超级喜欢吃鱼的 那你会抓吗 我不会 那这样子嘛 你不会啊 我会榨鱼 我会钓鱼 那你去钓啊 我在家等你 我钓鱼都不用饵的 我先去烧饭 真的假的 嗯 然后你等会你去钓鱼 那你得带我去扔一下路呀 一会在哪吃我也不知道呀 那随便找一个山脚上去啊 这种山脚怎么能吃 你别开玩笑了 那你自己随便找嘛 那我都跟你一起的嘛 你上完厕所 我跟你一起走 你说要带我去换衣服 我不跟你啊 那行你走吧 你走啊 这里是我 你走 我目送你 这边的哥哥姐姐们 我不跟他走好不好 对 你们点点赞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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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有一种东西 嗯 就是 叫什么吗 叫什么 就 就你很像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 狗皮膏药 我是个东西是吧 甩都甩不掉 哎呀 天哪 我活生生一个人 他居然形容我是个东西 天哪 哥哥姐姐们 小乔真不是个东西 你是不是个东西嘛 你你不是东西对吧 那你就说你不是东西 我是东西啊 对嘛 你不是东西啊 那就扯平了嘛 我肯定不是啊 我是人啊 你是什么人 我是中国人 大家都说的日本人在玩 我嘞我嘞 哼 快走 你看 他还拿着那种刀 好厉害呀 谢谢大家的关注啊 这个妹妹挺漂亮的 是的 这个妹妹挺漂亮的 只要你看 看背影的时候还不错 哎 大家说漂亮的 先转过去 小乔 是挺漂亮的吧 哥哥姐姐们 你们想看脸吗 你们想看脸的话 就小乔转过来 好不好 刚刚刚刚说漂亮的 那个哥哥 你别走啊 点个关注好不好 让小乔转过来 你看看 转过来更漂亮 对吧 是吧 这下脸发红了吗 没有 哥哥姐姐们 你们都在干嘛呢 都是饭点了 你们有吃饭吗 天哪 好冷啊 小乔 你这样穿 你不会感冒吧 不会啊 我已经感冒了 你一点都不冷吗 有点 一点点冷啊 我还以为 你穿这个衣服 你都不会冷 我天 我都感觉有点冷了 大家看 这山上全是烟雾了 好大的这个雾 好冷的 你跑啥 我叫你别跟着我呀 哦 你走你的呗 我没有跟啊 我也没有跑 我也没有追啊 我的步子比你大很多 天哪 你跟着我干什么 这个女孩好调皮啊 她拿个棍子 她咳嗽了 你都感冒了吗 对呀 天哪 哥哥姐姐们 深山老林里面 有个穿个 这个衣服的女孩子 她说她 她说她穿这点 一点都不冷了 你看 你从早上跟我到中午 中午跟我到现在 从山脚跟到山上 从我家门口 跟到这里来了 你到底想干嘛 你不就是想要我姐姐吗 我还想吃顿饭嘛 对的 主播在前东南 在前东南 哥哥姐姐们 欢迎新主播见到哥哥姐姐们 主播现在在贵州前东南 苗族洞族的寨子这边 然后完了 我是要饭的 要饭你说呀 我除了不要脸 什么都要饭 我也要 那你说 你可答应我要 带我见你姐姐了 答应你呀 来呀 那你得带路 你又带路 你又让我不要跟你 我这好纠结的 那你跟着我 我有什么好处吗 那你漂亮 我跟着你吗 那你跟着我 我能干嘛呀 那不然你看 刚刚那个帅哥 我就跟那个帅哥 慢一点 那你们晚上吃啥 吃鸡 吃鸡是吧 妹妹是苗族吗 衣服好好看 对的是苗族 是苗族 主播露一下脸 一下午不见人影 你们都没有点赞了 点到一万赞好不好 帮主播破个任务 主播发个服务带 然后主播露脸 好不好 点到5000个赞吧 先好不好 5000个赞 主播露脸 你们小手 这样点几下 然后就很快的就能 一个人可以点300个赞 好不好 走呗 你带我去 好不好 他们在路上点赞 哦点好快呀 哥哥姐姐们 点完赞 我们就露脸 好不好 我们找个地方坐着播 好不好 我们把小乔的姐姐也叫上 你干嘛 小乔要表演爬山了 哥哥姐姐们 你们看 哎 他在干嘛 送你一朵花吧 这什么花 这个 哦 天呐 这是鲜花 插在 牛粪上 谢谢 哦 天呐 小乔你还敢磨屎啊 你胆子真大 对呀 你是屎 哎 没问题 小乔 你知道为什么鲜花要擦在牛粪上吗 我不想进 你不知道吗 这样会有营养的 真的 你看你一看你这么瘦弱 你就是没有营养 是吧 你要 鲜花都知道擦牛粪上 你也要 长胖长高啊 对吧 你也要补充营养啊 然后呢 没事 走吧 待会前面有那种房子 我给你介绍点吃的 可以长高的 大家帮忙点点赞好不好 大家帮忙点点赞 点点关注好不好 那你爷爷去干活了 你一个人 你又不干活 你一天就在这个寨子里面晃来晃去都晃啥呀 我都说你跟着我干嘛呀 你跟着我怎么干活呀 我没有跟着你呀 你天天拿个手机 那上街我去开车就这一条路 我往哪走啊 随便啊 那我走这条路 哥哥姐姐们 他要叫我走这条路 这条路怎么走 你告诉我怎么走 没有别的路啊 这里前不早 后不早点呢 这条路不是走的 是跳下去的 你怎么那么咳嗽啊 天呐 因为看到牛就有点咳 你是不是着凉了呀 有一点 那你还穿这么少 你穿这么少真的不冷吗 你告诉我 不冷你把外套脱我 我冷 你拿下来 哎呀 这女孩子嘴怎么这么酱啊 流氓 大家帮忙点点赞好不好 点到一万五千赞 主播要露脸 哦一万赞一万赞 说错了 一万赞主播露脸好不好 为什么叫主播露脸 主播长得不好看 主播长得像牛屎一样 哎 饿了吧小乔 我不饿 真的饿吗 我好饿的 你饿啊 嗯 你随便吃点 我等见到姐姐再吃吧 为什么要见到姐姐再吃 大家一起吃才香嘛 人多是吧 你又说你姐姐那么漂亮 谁不想跟漂亮的人一起吃个饭呢 对吧 是吧 我一会见到姐姐 我问姐姐愿意给我单独吃饭吗 她可能不太愿意 为什么呢 因为就像你这样子的 你们寨子太多了吗 也没有 就很少见你这样子的 是吧 因为我走路外八字嘛 就挺特别的 就你 我感觉你又像我姐妹 你又像兄弟 就是不像人是吧 就是不像个纯爷们 可以这么说 天呐 直播见哥哥姐姐们 主播露个脸吗 很快 马上好不好 主播再走几分钟就露脸 好不好 主要是这个山路 我待会露了脸之后 本来爬山就很晕了 待会露脸 看到自己 自己把自己丑晕了 很难受的 哥哥姐姐们 主播因为不小乔 所以关注了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的关注 谢谢大家的点赞 哎 小乔 小乔太懂礼貌了 天呐 哥哥姐姐叔叔 阿姨你们好 我是小乔 谢谢你们关注哦 谢谢 你们要是喜欢我的话 就过来找我啊 哦 废话多是不是 哎呦 你来帮我说好不好 来 这个黄月友 我们大家都姓黄 来 连个麦你上来 你说好不好 主播好口渴 你来帮忙 主播聊一会儿 好不好 那我接不上 小乔的话怎么办嘛 漂亮美女 她真的好漂亮的 她真的好漂亮 你们喜欢漂亮的女孩子的话 可以帮忙点点关注 好不好 给小乔点点关注 点一点赞 好不好 她真的蛮漂亮的 主播每次说她漂亮的时候 夸她的时候 都是把眼睛闭上说的 怎么 我也不敢逼太久 因为怕看不见路 一会摔着了 原生太美女 对的对的 露脸吗 露脸吗 这个黄同学 哎你都没有头像 哦你的头像好帅呀 是树绿绿绿的 这是哪里 点赞到一万了 但是 大家 哦 他没有脸 他不要脸 他露不了 主播是有脸的 主播是有脸的 大家帮忙点点赞 好不好 主播一会儿给大家发个福袋 我还不知道 主播因为没有怎么开过直播 不知道福袋是怎么发的 主播先研究一下 这个福袋怎么发 好不好 到处给大家发个福袋 我看得给大家发个福袋 哦 福袋在这里啊 要充值是不是 哦 主播这场还发不了福袋 谢谢关注 这是在贵州 贵州苗族洞族的这个山寨里面 然后完了 小乔乔现在要带我去找他的姐姐玩 是姐姐还是姐妹啊 姐姐 可以 没有问题 姐姐也好 妹妹也行 什么意思啊 就是有人玩一起的话 就好玩一点嘛 吃东西什么也方便 嗯 对嘛 我们这边很热闹的 女孩子特别多 经常一起出去玩的 对 那我也可以加入 我可以帮你们提提包包啊 干个小活什么的 然后勾活晚会的时候 我可以一起去帮忙啊 那可以啊 那等会儿你就跟我去挑粪吧 哦 不要 挑粪 对啊 干活嘛 干活 我带你去吃吃喝喝 可以 没问题 你请我吃啥 随便啊 你不会就粪桶里面 东西将就着自己 就一人 哎呀 那不能 我还会请你吃一点 那些乱七八糟的 啊 是这个样子 那我迫不及待 有点想叫姐姐一起吃呢 我姐姐就在前面 那平时你爷爷的话 他干些什么活啊 在这边 我也种菜啊 养养鸡啊 然后去蒸上卖啊 那爷爷现在多大岁数了 86 86岁 86了 他还能干活啊 能啊 我们这里的人都天天干活的 天呐 那他的身体这么好 他不那么大的岁数 干活什么的腰啊 腿脚啊 肯定不利索了吧 对就不是很方便 但他还是能种种菜嘛 因为我爷爷腰已经这样子了 然后都还在干活 然后你拿根棍子 你还在玩 我没有玩啊 啊不行 明天我得再来一次 我明天得带点东西过来看爷爷才行啊 哥姐姐们你们觉得吧 他爷爷都86了 还干活啊 都勾搂着腰了 咱们要不要给爷爷带点东西啊 提点牛奶啊 水果什么的给爷爷带过来啊 你没有钱 算了 不用了 我有了 我会给爷爷带一些东西的 你有心就好了 你在我们家吃饭呗 我没有心 但是我有钱 我可以给爷爷带的 太像下雨了 要不给爷爷带点好吃的吧 大家觉得我需要 主播要给爷爷带一点东西吗 带点补品啊 带点牛奶啊 带点什么 就是强身健体的呀 带一些各种东西吗 大家觉得有必要吗 带吗 大家觉得要带的话 打个带子好不好 明天主播就过来 准时准点的开直播 给大家展示 我给爷爷送的礼物好不好 不用了 太麻烦了 爷爷平时喝点什么 8加1之类的吗 也会喝一点 那我明天给他带咯 这都不好意思啊 那平时爷爷有抽烟什么的吗 有啊 那爷爷给他带咯 那牛奶他喝吗 喝啊 我们家自己就有牛 啊 那他干活腿脚不灵的话 那他要需要一些这种药酒之类的 还是有没有需要一些什么 我看着给他买一些咯 你看你都不知道买 那好吗 真的假的 那你今天要请我吃饭 我请你吃饭 你请我吃饭 明天我就来看爷爷好不好 可以 不要给别人乱带东西 我没有给别人乱带东西啊 因为我本来就没有去他的家里面 主播在外面跟小乔在外面散步呢 然后我明天要去他家里面的话 肯定作为礼貌的话 要带一些礼物 对不对 去到人家家带个礼物是很基本的常识 而且来贵州这边人家少数民族的 那个寨子的话 你肯定要带一些东西 对吧 帅哥迷上美女了 会不会患有相似病啊 会的 哥哥会的 但是你的名字 更有相似病 这个哥哥的名字叫美女好 聊一下交个朋友好吗 你的名字这么长啊 哥哥你还没有 你给我点了关注 谢谢大家 走吧 那我们往上面走一走吧 天哪 因为下雨了 我们得快一点走 谢谢大家的关注 谢谢大家的点赞好不好 主播现在是在贵州苗族洞族的山寨这边 在山顶上头 可以喜欢主播 喜欢小乔的可以帮忙点点 哎呦 还卡吗 哥姐姐们卡吗 哥姐姐们卡吗 下雨了 下雨了吗 你怕吗 我 你还怕打雨吗 我问你 你是怕不怕感冒 等一些花里胡哨的 这不是 我以为你干嘛呢 我以为你叫我对山哥 我靠会错意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扯扯扯 长嘴 看主播 看主播 好嘞 一会儿看主播好不好 点到一万五千赞 主播马上露脸 立马露脸 一秒都不再耽搁好不好 主播实在说不下去了 口干舌燥 哎呦天哪 要不我叫人过来接我们 有点下雨 我怕你被淋着了 你感冒 你头发都湿了 你看 有点白头的感觉 真的 说好一起白头 你为什么头头具有 土里土气 干嘛 我们镇上的那些小朋友 教我说的 这些话是 人家小朋友 谢谢 那你这么老了 你叫什么 毫无顾忌 长得帅有底气 说话当放屁 毒死你 人家长得帅有底气 你长得不帅 你底气还这么足 哪来给 自信就是男人最好的医美 哎呀 人家是男人 你又不是啊 哎呀 没文化的 这个哥哥 说的啥 哥哥 那里有水啊 哪里有水 看到没有 我看看 那下面是条小溪哦 大的 好漂亮啊 大溪啊 下面是 天呐 很大 哟 太想上来偷亲我 我的天呐 我幸好防御了一手 不然出点问题 慢一点走 慢一点走 我看你凑过来 我不知道你想干啥 来 我给你看一下 这是正为你打下的江山 不要看那边 那边还没打下来 慢一点走 大家帮忙点点赞 点点关注好不好 点到一万五千赞 主播 哦 已经点到了 好 主播给小乔给大家聊两分钟 主播感觉 嗯 来 小乔你跟大家聊聊 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有好多话想跟你说 肯定都是骂主播的 直播间的哥哥姐姐 叔叔阿姨你们好 谢谢大家关注啊 没有点关注的 给我关注一下 我现在在山里面下雨了 已经 哦天呐我的 你的人中好美 没有点关注的 点一下关注 欢迎大家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你们都在干嘛呀 大家好 大家好 夏娱乐 谢谢 谢谢关注 谢谢关注 我看到好多哥哥姐姐都在关注我 谢谢大家 我在苗族这边啊 这是我们苗族的衣服 哎呀搞这乱七八糟 吓死我了 哈喽 这个姐姐们好 主播在这里 没有点关注的 没有点关注的 记得先左上方点一下关注啊 主播快要饿死了 这个姐姐们 主播太饿了 我们去吃东西吧 开开心 对啊 我们每天就是开开心 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的呀 人生嘛 对吧 开心最重要啊 谢谢大家关注 没有点关注的 点一下关注 他好生气啊 下雨了 我再给他点赞 哥哥姐姐们 谢谢大家 你们要是喜欢我的 给我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赞 然后明天我带大家感受一下 我们这边的一个风土人情啊 然后带大家感受一下 我们这边好看的一些 好玩的一些东西 还有这个血眼包 谢谢大家关注啊 谢谢大家关注 没有点关注的点一下关注 好不好 你嗓子哑了吧 好看吧 就像个球一样的 是比小乔好看吧 是吧 哥哥姐姐们 你看 哇 小乔你开短脸特效了 大家看一下小乔啊 小乔这个 我觉得小乔这个脸 长得真的特别精致 它是那种 这边特有的这种 巴掌脸 脸很小 而且全身就是整个脸 你看下来的话 它这个人中特别漂亮 为什么 因为它 大家都硬堂发黑 你有见过人中发黑的美女吗 哥哥姐姐们 这边见到哥哥姐姐们 这个是真的很难看到 千篇一律的美女 真的 千篇一律的美女太多了 你这种 你跟我玩吗 我回家做饭了 是不是 我要去蹭饭的吗 今天答应好你的 我一定要去吃一顿饭的 是啊 真的吗 嗯 说的带你吃 带你吃 大家帮忙点点赞 主播都已经 主播都已经 主播都已经那个了 都已经露过脸了 露过脸了 好不好 哎 这怎么回事 我这个点到了一个什么鬼东西 下大雨了 下大雨了 雨下大了 你看你的头 大家看小乔的头 全是这个头皮屑 那我们回家吃饭吧 那我们去吃饭了 哥哥姐姐们 现在又下播了 拜拜 拜拜 拜拜